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张思勇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讲啊 就是美军士兵啊 就是你在美国当兵 在美国社会真的受尊重受欢迎吗 是这样的,有朋友这样问过我 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说就是说 美军士兵其实在美国社会 并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其实呢,华裔士兵 在美军里面被歧视 生不如死 黑人士兵在美国里面 美军里面就是专干苦活累活 过得非常的凄惨 就是白人士兵欺压 什么其他族裔士兵 行吧 那这个咱们就说一说这个事啊 我不知道这些人 他来过美国没有啊 当然我并不是说来过美国 有什么档次高或者档次低之分 就是你得见过这个事吧 首先来讲啊 美国士兵在这个美国社会 是否受尊重 其实很多人攻击的点啊 就是之前某公知曾经说过啊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士兵啊 在美国社会受到极高的待遇 对吧 然后各个地方啊 到老兵节的时候 各个地方到这个各种节日的时候 老兵都有折扣券啊 老兵比如说参加什么演唱会 加年华 老兵都在第一排起立 接受大家的鼓掌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事是不是真的啊 人家听说你当兵了 都会上来跟你说 谢谢你为这个国家服务啊 是吧 然后给你家你家我孩子去当兵了 给你家买菜 给你家除草 首先我要澄清一点啊 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的美国 并不是昭和年年的日本 所以说这个公知说的呢 确实是夸张了 但是呢 他说的不完全夸张啊 有几点是真的 我就说几个我自己遇到的吧 比如说这个 谢谢你为这个国家服务啊 这个确实是真的 不是每个人你上街 随便来个人就跟你说 但是你确实能经常遇到 我一共遇到过两次 这两次其实我都过多过少 跟大家讲过 其中有一次 我还在现场跟大家说过 是咋回事呢 大家记得我去年 那个号我没挂的时候 当时挂了一个视频 就破绽还能找到 就是我那个视频 就是我去调查 红脖子对特朗普的这个民意 去了一个特朗市场 对吧 当时我就买了个帽子 这个帽子 就101空降师的帽子 因为咱们从小 大家都看过兄弟脸嘛 我就买了戴了 买戴了以后呢 当时呢有一个小孩 因为美国很多退伍兵 退伍以后都吃很胖嘛 他有一个小孩就看到我了 一个白人小孩啊 他爸带了他 就是完全不对我有一个 亚裔脸 而且在红脖子盛行的地方 我也没觉得对我有歧视 上来就直接跟我说 说先生谢谢你为这个国家服务 谢谢你保护我们 然后我看了他一样 我说你认错人了 我就是戴了个帽子 我并不是当兵的 很尴尬 很尴尬当时 然后呢 就没说什么了嘛 这是一回 还有一回是在 路易三纳的一个餐馆啊 就是我旁不桌的老头 另外斜对面 还有一桌当兵的 那老头突然就对服务生说 说那个年轻人 我帮他们把账付了 后来我就问他为啥 老头说 他们在保卫我们的安全 那两个士兵 是两个黑人士兵 付钱的这个是个白人老头 这两次啊 都是我亲身遇到的 不同种族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说 我是在胡扯啊 你可以说我是 长着美国心 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 实际上发生的事 我不想撒谎 那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就是说 有人可能会帮你买单 有人觉得啊 你是一个在保卫这个国家 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也不少嘛 对吧 你说俩当兵的坐在这 现在是我们民主主义高涨的时候 我给当兵的买个单怎么了 对吧 这很正常 我觉得你不这么做才不正常呢 对吧 你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算夸张 那就证明你跟你身边的人 平时没有任何一点爱国主义情绪 那美国人有 你没有 对吧 如果你确实你有 那你 在街上帮当兵的买单去 我觉得这很正常 你不这么做才是你有问题呢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什么至于帮你买菜 帮你除草 这个事我没有见过啊 但我认为有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孤立 我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大规模的发生 美国人那么忙对吧 那我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大规模的发生啊 只能说曾经可能有过上过新闻 那具体怎么样咱们就不知道了啊 所以说这位公知说的是相当夸张的啊 那其次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呃 在美国当兵有没有种族歧视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有的 因为大家知道军营嘛 通常就比较严厉啊 你有没有歧视 教官上来反正都对你一脚 教官上来都用这个枪托敲你的胸 当时这呃 我不是以前曾经请过一个美军的前华人士兵 呃 上海的安地哥来我直播间做客吗 那个安地哥以前就是驻日本的海军乱队 他就曾经讲过 他说呃 这个美军里歧视是有的 但没有像大家想那么严重啊 他不是说教官踹你一脚的 不踹白人士兵啊 都踹都踹 然后对你吼都吼啊 用这个枪托敲你胸脯都敲啊 他不是说光对你一个人这样啊 不是这样的 就如果要那样区别对待的话 教官也太累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中啊 不是大家想的 少数族裔一点 然后白人占绝大多数 啊 不是不是不是 美军士兵里也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那教官如果他要真的想去区别对待 呃 我觉得他会很累 因为来自哪的士兵都有 啊 至少这个东西 大家从现在看美国近代的这些美军电影 那你也能看出来 对吧 有黄中人 有黑人 有呃 这个有这个白人 然后白人还分成不同国家的 然后是吧 这黑人分成不同国家的 黄中人分成不同国家的 还有中东阿拉伯人 还有蒙面的 那你说这玩意 指挥官都区别对待 那他不得累死 天天他不用干别的了 就光区别对待得了 对吧 那每见了美中不同的人 他得换一个说辞 一种态度 还得注意你的饮食 那他还干不干别的了 大家想想这种事 有没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说啊 当然我之前问过一个美籍的布多利克士兵啊 他曾经跟我讲 他说 当然布多利克是美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啊 他跟我讲 他说美国 这个美军军 军内是有小团体的 这个是没错的 这个小团体是什么样的啊 就是 有点像咱们平时说的那种老香兵 就比如说 他跟我说 拉丁裔主要跟拉丁裔混 亚裔主要跟亚裔混 白人主要跟白人混 黑人主要跟黑人混 但是啊 你同一个连队的 同一个班的啊 白人跟亚裔啊 这个黑人跟白人啊 也是很经常的事情啊 只是说可能 咱们两个族意近的更近一点 就像那个安迪哥在我直播间里也曾经说过嘛 对吧 他说当时他们部队有几个华裔士兵 有一个是从台湾省来的啊 他是从这个上海来的啊 所以说呢 他们两个呢 就关系就比较近 因为大家都说的都是普通话嘛 对吧 然后呢 呃 如果要是或者是跟这个韩国来的啊 关系就比较近 但是那你说跟白人的也玩不玩 也玩 平时也出去喝酒 喝酒 泡妞 打围 也干这种事 但是啊 就是没有跟自己本皮肤的这么近嘛 就这就跟在部队里一样 对吧 你东北兵跟东北兵关也好啊 这河南兵跟河南兵关也好 四川兵跟四川兵关也好 广东兵跟广东兵关也好 大家也都讲究老乡嘛 你虽然说上面杜绝这种事 但客观它是存在的 对吧 那你不能说这种事 你都管它叫种族歧视 确实是有分帮的啊 这个我是不否定的 反正我没有当过兵啊 我只能说我听说的和见到的情况 包括啊 各种士兵亲自给我复述的情况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啊 都曾经当过兵 有些在中国 有些在美国 日本还有啊 但是这个东西 反正在我看来 美军呢 它有点像一种雇员制的方式 其实这么多年啊 亚洲的很多军队也在想这个转型 包括咱们的部队里也有一些啊 朝这方面转型 就是很多文旨 他已经不是当兵的来做了 已经下放给了地方 对吧 包括很多后勤上的东西 其实美军也一样 美军大量的美军 我告诉你就是华人士兵 大量的 就大家说的那种 华人士兵 他们都是什么样了啊 我现在认识就有啊 群里就有啊 这不能说了啊 就是啊 大量的美军士兵是什么样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啊 上班啊 穿制服上班 早上七点 开车到军营 然后该干啥干啥 然后下班了 然后下午七点啊 下午五点下班了 开着车再回家 做饭 然后老公孩子都在家 老公就在当地工作 孩子就在当地上学 或者自己单身啊 部队给你租个公寓 然后你就谈男朋友 谈女朋友 这都随你便啊 然后完事了 你一定要按时上班 按时下班就行了 只要你不谈太敏感的话题 也不从来不会有人找你谈话 啊 今天住房住房德国 明天住房住房法国 后天住房住房瑞士 大后天住房住房意大利 大大后天住房住房韩国 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生活就还是跟你正常的一个白领生活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啊 包括啊 有很多up主 我也知道家里也有当兵的 都是这么过的 对吧 然后家人都是住在正常的房子里 也过着正常的生活 不像大家想的啊 就是士兵就跟咱们似的 什么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没有 很少有军队把纪律向解放军这么严 而且也不像大家想的啊 就是美军天天的就是 当兵都得上前线 拿个机枪的乱吐吐 那不是美军 那是北朝鲜啊 就是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的几种部队 而且这个美军的一线 分配作战任务 他也不是啊 你是什么族裔 比如说你是亚裔 就把你送了前线当炮灰 你是黑人 就把你送到前线当炮灰 你是白人 就留在后面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抽签 据安蒂克跟我说 他们是抽签 当初他们有去伊拉克的 有去阿富汗的 有去日本的 有去韩国的 有去德国的 他们都是抽签决定 知道吧 就是安蒂克正好就抽出这签了 那大家都觉得他运气好 那他就去日本了 有些人就抽出这签了 那你说去伊拉克 那你没办法 那你就只能去伊拉克 他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的 不像大家想的啊 就是说 哎什么 你如果要是那种情况 可能也有 可能是法军里面有 外籍军团顶在前面 对吧 当炮灰 因为外籍军团的招的 本来都是外国人 你进来就是当炮灰的 给你一个高薪 然后剩下的你往后来 也不完全都是这样 不像大家想的啊 但是你说歧视 严不严重 他肯定不会表面上 跟你说出来 对吧 有可能比如说 你是个亚裔士兵啊 或者他是个黑人士兵 他是个白人士兵啊 他踹白人 他给你们仨都踹一脚 可能吧 他踹黑白人这脚 不会有那么重啊 我估计也就是这个层面的 你说他还能怎么歧视 对吧 你说之前大家也都知道 美军连日裔都出过上将了 你甭管他是奴才也好 什么也好 他都能当到上将了 对吧 那证明这个事嘛 也可以说严重 但是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对吧 就像大家说 那印度种性质很严重 印度种性质再严重 他底层建民也能当到总理了 对吧 那你也 你也说他种性质 真的由你想象中 那么严重吗 不好说这个事情 我们只能说 他就 那你说 那你说要不然 莫迪怎么当到总理呢 他就再能舔 再能什么 怎么着 对吧 如果他的种性制度 已经阶级固化到 底层完全上不去了 也不对 还是有那么零星的 一两个能上来了 只是说大家可能 把它理解成100% 他可能其实 有98% 不让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这是我了解的一个情况 至于美军在社会中 确实是不是受到那么多的欢迎 我只能跟大家说还行 确实是还行 在红博的州很受欢迎 在纽约这样的州比较没感觉 在加州这样的州比较没感觉 但是军人自己都有一种荣誉感 在咱们这也一样 军人自己比较有荣誉感 对吧 然后但其实 美国对于军人的待遇 还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不知道咱们国家 军人啥待遇 但是应该都差不多 就是你退役以后 买房确实是无息贷款的 或者军队给你低息贷款 然后去看病不要钱 然后反正就各种待遇吧 然后给你有些安排工作 然后政府部门的工作 或者怎么怎么样 也就这些东西吧 具体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因为毕竟我没当过兵 我只是听我当兵的朋友说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是不是像 有些人为了赚流量 说的那么狠呢 我就不说了 毕竟那么说有流量嘛 对吧 你不那么说没流量嘛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 咱也没法说人家 因为这道德制高点 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对吧 那人家说 那你不行 你这样说 你就是收了美国的钱 你就是说美国好 那我也没话说 对不对 但大家知道 像我作为我这么一个啊 保国 在美国保过调 维国联合国 保过国旗的人 我可能没有他们爱过吧 我还是那句话 我可能不如 那些键盘侠爱过吧 嗯 行 多了不说了 多了不说了 好吧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啊 真实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样 但是 仅仅仅是一家之言啊 有些人可能说 那你被打脸了 我就没歧视过 我被四个 呃 这个东西 那好吧 那我只能对你表示同情了 啊 那在美军中 那那行吧 那这这期 这个问题就做到这儿啊 那行 那大家拜拜